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谈全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韩依伦 好我们今天就要先带大家来掌握国际的最大头条 就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出访美国 他其实是在战后首次的海外行程 所以格外引发关注 那甚至这次美国这个也给了一个军援大理 就是爱国者的飞弹防御系统 那他是先到白宫跟拜登来进行会面 再去国会来进行演说 那裴洛西也说他就像当年的丘吉尔 热烈掌声中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踏进美国国会 议员们都想跟他握手拍肩 还得先出动人将泽伦斯基直接带上讲台 才能开始大家等待已久的演说 全场鼓掌欢呼到议长裴洛西介绍时 有牌手就长达两分半 最后泽伦斯基手起笑容 则无旁贷希望消除美国国会近期对军援乌克兰的疑虑 他也重申尽管俄军船间炮力 但乌克兰从不畏惧是最终获胜的关键 CNN报道不少人将这场演说与珍珠港事变后 丘吉尔出访美国国会相比 从此奠定英美同盟 特洛西表示当时父亲作为议员见证这一刻 因此泽伦斯基访美对他来说非常有感 演说结束后泽伦斯基还送国会一面写满乌军姓名的乌克兰国旗 并得到一面回赠的美国国旗 仿佛在为美乌关系系上牢固扭带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好接下来我们持续要带大家来深入分析乌俄战士的最新状况 包含的是泽伦斯基访美行程 所以今天跟我们对谈的是国际新闻记者黄珍宜 珍宜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刚刚有讲到说这个美国有送上军援大礼吗 到底送了什么呢 你看我们标题就写这是乌军的大补丸 哇真的吃下去元气满满 因为这18.5亿美元的国防支援 包含的是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 其实这个是泽伦斯基最想要的 还有一个是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他叫做JDAM 那就强调这个拜登说 我们就是跟乌克兰站在一起 你看看这个照片就非常明显嘛 拍拍他的肩膀说 Don't worry 别担心我们都会一直跟你们并肩作战的 好ABC News就说 这个军事援助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包含这个爱国者防空飞弹 他就能保护乌克兰的城市免受到空袭 我们知道俄罗斯都常常轰炸乌克兰 然后让乌克兰的基础能源设施 都会陷入一个这个炸裂状态 然后就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生活 对 好那另外一个是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则是可以提供新型的进攻能力 不过这爱国者在操作训练上妙计 周内就会在德国来进行咯 他们说其实就是要赶快获得及时的战力 我觉得有一点在抢时间的味道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红色框框是写说 最快2023年初就会来运作了 因为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嘛 说俄罗斯感觉有可能在这个明年的冬天1月或是 1月底或是3月 3、4月的时候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有所回应 只是没有讲明 好那另外一个是JDAM 是会帮这个传统弹药变成精确的导引炸弹 它的射程是比较短的 所以美方是评估说 不会让局势升级有太快太危险的风险 所以给了这个JDAM 好那当然现在俄罗斯对于这个防美 泽文斯基的防美他并没有太多的回应 但是其实他之前就曾经警告说 如果你美国援助了爱国者飞弹的话 肯定会成为攻击目标 哇这个呛响蛮可怕的 所以不知道接下来俄罗斯会怎么做 对但是其实这一次泽文斯基 他来到这个美国演讲的时候 他也讲得很明 他就说乌克兰只有一个 一个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是不够的 对所以你看刚刚俄罗斯都已经呛呛 他还说一个不够还要再一个 那感觉真的是要跟俄罗斯对上 而且他一直强调说 这个乌克兰这边是永远去 永远不会这个撤退 也永远不会投降的 好那在这个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呢 到美国之前 其实是刚好乌俄战争的第三百天 那这第三百天 几个城市 但是呢其实CNN分析哦 俄罗斯呢他其实试图要去收复说 九月乌克兰所把他们拿走的土地哦 因为呢目前来讲的话 乌克兰跟俄罗斯 他们双方在乌东其实都还没有取得 决定性的进展哦 那有哪些因素导致他们还没有办法取得 决定性的进展呢 天气占很大一个因素 因为这个天气气候点潮湿 而且又有大雾 那整个地板 整个地是很泥泥的 这个会让地面的军队 其实是很难做推进 所以说俄罗斯这边才会一天到晚用无人机啊 用空袭去轰炸 就是地面这边真的太难前进了 接下来还有是他们双方的这个前线的部分 又有很多的地雷布在那边 所以说这个也导致说路面的部队 也很难到进到下一个地方哦 那现在呢这个冬天啊越来越冷了 这个卢干斯科的州长呢 他就表示说 诶慢慢没有那么潮湿哦 湿软的土地呢会慢慢的结冰变硬 接下来的敌军的行动呢 恐怕会更加的活跃 所以说有可能啦 这个因为土地变硬以后 路面的这个地面的部队 进军的步伐可能会稍微快了一些了 对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个俄军跟乌军之间还是持续在对战嘛 而且感觉这个温度是直接在升温当中 不像我们希望的这个赶快结束战争哦 那当然我们看到了美国对于这个乌克兰的军援哦 其实在这个普清这边的看起来就很不爽嘛 他也直言说 其实这对乌克兰不是好兆头 俄罗斯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立正站好 迎接老板总统普清上台 准备召开国防部年终会议 针对北约军援乌克兰的动作 普清重申将继续强化俄罗斯核武战备 普清也说到乌俄战争不可避免 而且一切都不是俄罗斯的错 这是他国挑拨离间的结果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美球员期间 克里姆林宫直接呛瞎 西方的持续军援只会让冲突恶化 对乌克兰来说可不是好兆头 对身心俱疲的乌克兰居民来说 只要西方尽早协助结束战争 就是他们最大愿望 但俄军恐怕不愿就此罢休 持续猛力轰炸乌冬 俄罗斯防长萧伊古甚至提出 俄军增兵30%计划 从100万人扩大到150万人 二美报导战事期间 还不忘观看士族的普清 忍不住致电阿根廷总统赫南德兹 祝贺夺冠 不过对方推文除了感谢 也只说社会需要团结与和平 泼了普清一盆冷水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好就当大家在看这个俄罗斯啊 或者是乌克兰之间的交战 或是外交战政治上面的局势之后 大家要想想的是 乌克兰的人民怎么办 因为这毕竟是俄罗斯 入侵到乌克兰里头 所以乌克兰现在 后续的影响非常的大 我们看到已经300多天了嘛 那现在这个WHO 驻乌克兰的代表 他叫做哈比希特 他说大约有1000万名的乌克兰人 是等于他们四分之一的总人口数 因为这场战争罹患的精神疾病 好那精神疾病包含哪些呢 第一方面就是焦虑或者是压力 甚至有很多是PTSD 就是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 那这个就不是短时间之内 就可以康复的 你可能伤口这个受伤了 这个一段时间之后会恢复 但这不一定呢 可能要几十年或者数年的时间 所以联合国现在启动了一个 现场的课程 教大家如何来防范跟治疗 那到底有没有用呢 其实真的是 如果正在开战当中的国家 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多严重 其实我们看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感觉 从教科书就感受到战争的武情 更何况是正处在战争中的乌克兰人 好他们的医疗保健系统 其实也在开战到现在 都遭到了700次的攻击嘛 所以他们的这个系统都有受损 那从10月起这个俄罗斯加强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之后 停电加剧的挑战是非常多 就等于说他们要救护 但是问题是 这个基础设施不够怎么救护 就会变成有很多的困难 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连装备都无法齐全 没错 再加上这个外力的这个挑战 那如果说再提到说天气的话 那真的是会让人家觉得说 哇更加的绝望 但是其实天气冷不是只有说欧洲亚洲这边 美国这边很可怕 有可能会出现零下57度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不能想象零下57度是什么数字 我们只要10度以下 其实台北台湾整个就会觉得说蛮冷的 这个气温实在受不了 这个美国是因为受到这个北极封面的影响 甚至连南方的城市都在皮皮窗 很紧张了 因为这个北极封面呢 会造成这个零下低温之外呢 还有暴风雪 还有寒风等等之类的 所以说美国气象局这边预估呢 最北部的地区恐怕会出现这个 -57度的寒风 那你这个出去没过几分钟 其实你的皮肤就会受不了 出现洞窗这样的情况 那南部的这方面呢 其实我们还记得啊 去年2月的时候 德州就是受到这个风暴的影响 那有很多人是数百万人是无电可用 所以说避免要重蹈覆车呢 这个州政府呢 已经叫居民要加强的防备哦 那在南部一点的东南部的佛州呢 诶 大家会想说要去佛州这个 比较温暖一点嘛 对 阳光州嘛 对 结果他说 诶 周末有可能会出现 接近零度的低温 所以这个天气的情况哦 对美国的民众来讲 影响非常的非常的大哦 停电是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要去注意说 有没有停电的状况 然后呢他们有呼吁说 诶 如果你是年纪比较长的人呢 其实你这个要做好防寒的准备 然后家里如果是 你是有开牧场的啊 等等之类的 这个你的这个家处啊 一定要也要做好防寒 有可能会被冻死哦 接下来的话 他也提醒民众说 如果你有出游的计划的话 那不妨考虑要延后一下 那这个除了美国之外 是不是中国大陆 也是非常非常的寒冷 对 中国大陆现在跟这个美国 其实在零下的度数上面 真的有得比 我们说这个美国北部 是零下57度嘛 那像是这个 中国大陆的黑龙江是 跌破了零下40度 那蒙古则是零下30度左右 所以他们就发现说 这个净水机流出来的水 那流到了这个洗碗的草里面哦 它居然是会一直往上跌 因为一出来水马上就结冰了 像冰笋一样 我们带你来看 进水机流出的水 接触到空气 瞬间结冰 速度比冰箱制冰机还快 让内蒙民众傻眼又无奈 别的水龙头都冻烂了 这个净水机一打开流水 但是一流出来就变成冰了 新一波寒流侵袭大陆北方 内蒙部分地区气温降到零下30度 还不能说最冷 黑龙江已经跌破零下40度 黑龙江降下暴雪 市区交通瘫痪 部分高速公路封闭 官方紧急派出1100名警力 在重要道路巡逻管控 超过三万五千人执行清雪工作 其中姬西市因为路面结冰失滑 22号所有公车被迫停驶 窗户漏风户外冷空气 碰上住家暖空气 结果就是整个阳台四面结冰 看起来像住在超大冰箱里 辽年暴雪后气温也跌到零下30度 大连入海口河流大面积冰冻 空拍看起来就像蜿蜒的白色巨龙 另外在新疆博斯藤湖 出现壮观的冰裂和冰堆景观 蔚蓝的湖面上冰层受到昼夜温差影响崩裂 碎裂的冰漂浮在水面宛如白色拼土 大陆气象预报 受到新寒流影响 东北地区将出现2022年下半年持续最长范围最广的雨雪天气 TVBS新闻张震安丽敏称 综合报导 好我们镜头呢回到亚洲的另一个国家日本 日本的话如果说天气冷的话 你还如果说假设说今天没有新冠病毒这个东西 然后天气这么冷你会选择戴口罩吗 或许会喔 感觉保暖支气管 比较保护这个身体嘛 那这个日本呢其实有做一个调查 他们就发现说纵使呢 疫情呢开始慢慢防疫没有那么严格了 还是有近八成的人会继续戴口罩 跟台湾蛮像的 对那当然我们再来看看他们是什么理由决定说要继续戴 这个是一个日本的药庄的业者 他们是在9月的时候呢做了一个这个调查 他们调查20到60岁600位的民众 发现说有47.7%的人呢 他们说纵使呢放宽了规定 他们还是会选择每天戴口罩 而且每天他可能就戴1到2啊 3到4 5到6的都还不少 加起来呢有大概有76.7%的受访者 选择是要外出戴口罩的 那这个年龄层呢谁比较多呢 20多岁的比率是最高的 有快要9成了88.3 那他们就发现说 哎来看一下你选择戴口罩的原因是什么 而且女性好像也比较多的 对年轻的女性是比较多的 那呢有百分之有4成的人呢 他不是因为防疫选择戴口罩 我们再来看男性跟女性有不同 我看爆了 对女性他是说 因为这样可以不用化妆啊 对化眼妆就好了 对省事 就是鼻子以下不用化 又回去可以卸的也少一点 不用化妆 男性呢他是说出于礼貌啦 但是我觉得因为其实蛮多 日本男生也会化妆的 这个礼貌是不是等于化妆 我自己是打一个问号 问问看日本的男性们 可以在这个网页下留言告诉我们 不想戴口罩的理由是什么啦 那这个疫情这个让虽然说松绑了 这个日本人可能还是会选择说戴口罩 那这个最严重疫情的大陆 他们目前状况是如何呢 对现在中国大陆的疫情就持续在升温当中嘛 但是我们之前也讲过 这个死亡通报的案例就是 大多都不是新冠肺炎 就觉得有点奇怪哦 那后来就发现说 像有些名人啊 北京奥运的这个吉祥物设计师 和这个39岁的京剧明灵 他们都传出猝死 但都说不是因为新冠肺炎 大陆京剧演员 除兰兰多次登上央视舞台 1983年出生的她才39岁 但19号她的母亲悲痛发布复文公告 除兰兰因病抢救无效事事 除兰兰生前积极推广京剧 猝死后留下一名7岁大的儿子 虽然有自称除兰兰的学生表示 她是确诊新冠病逝 但官方通报并没有证实 67岁的吴冠英 是2008年北京奥运吉祥物福娃的设计师 突然病逝 有大陆网友在相关影片下留言 官方现在都不提新冠病毒引发的死亡 因为不想引起群众恐慌 就只说是重型感冒 CNN报道包括北京 山东济南 河北石家庄 武汉等多地殡仪馆 都涌进大量人车 因为确诊病逝的人实在太多 大陆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 在确诊六天后 微博发文表示自己情况不太好 持续高烧 也透露许多好友家中长辈接连确诊病逝 北京已经有人因新冠死亡 一位朋友向我描述 他的大伯92岁 有严重基础病 发烧后送进一家大医院 ICU外面的大厅都是输液病人 他的大伯在大厅里输液数小时后 不治身亡 大陆清零松绑后发烧确诊人数暴增 美国国务院二十号表示 愿意和中国分享疫苗 协助控制疫情 对此大陆外交部以目前境内疫苗 药品快筛都满足需求回应 给美方碰了软钉子 TVBS新闻张正安丽敏珍 综合报导 好更多的国际焦点 我们要用Googlechance 在大家来搜寻一下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美国 美国的热搜关键制是什么呢 请真意帮我们分析 好这个美国人是跟一个娱乐有关的消息 但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是一名女演员叫做Sonia Eddy 她过世了 那这个Sonia Eddy她以前是演什么 让美国人这个家喻户晓呢 是她演了一个这个长寿剧 叫做性灵春暖 就是那种美剧最流行的 就是那种医院里面的剧 对她在里面演一个 台湾的长寿剧是婆婆啊 或是什么豪门 然后美国就是医院 对就是医院上是那个 那个实习医生啊 等等之类的很多嘛 那这个性灵春暖 她在里面演的是一个 护理长的角色哦 那她在最近过世是享受55岁 但是没有告知说 她是什么原因过世的 那这个性灵春暖的这个制作人呢 她是有感人发的 在这个脸书专业她写下说 因为她过世的关系哦 护理站的灯光 因为她的离去而变得有一点的暗淡 那不过说她说这个Sony和Eddie的精神呢 会持续的陪伴在这个影集 那其实这个影集哦 真的是播了非常非常的久哦 一直播到现在 2006吧 一直到现在 然后播了15000多集 那她出现的角色 那就是有500多集了 哦蛮多 对所以非常 所以很多的美国的可能婆婆妈妈 或者是有在就是有这部 这部戏的粉丝们哦 都一定知道她因此登上了美国的热搜 好我们看完美国来看英国 英国也是一个人哦 她是这个法轮谢罗克 她是英国的飞镖女王啦 其实可能台湾的观众朋友对她没有这么熟悉 但是这英国人可能对她是蛮有感觉 因为她真的蛮厉害的哦 她其实有个外号叫做宫廷女王哦 那她21号参加了这个 本年度的世界飞镖锦标赛 那对上的是Ricky Evans 但是第一轮就力压对手 没有错 那后续的三轮都以些微的差距 被对方抢先结束 就等于说她又输了这场比赛 那我又为什么讲又呢 其实因为这是她连续两届 第一轮就打包回家 哇 哇 怎么会这样子 她感觉应该是蛮厉害的啊 所以确实让很多人都有点 跌破眼镜 怎么会这样呢 好 那但是哦 她其实在说 她觉得这场比赛本来就应该是蛮难打的 但没想到这么拉锯 其实她在2019年的时候 有个PDC的世界飞镖锦标赛时 的表现就震撼了这个标坛 成为女性选手打扮男选手的第一人 创下记录啦 所以是这一场战让她 就是一战成名 非常有名气 那当时她才25岁 不过你可以看到她最近的表现确实不太好 这个两次两届都是第一轮就打包回家 所以这个也成为英国的热搜 不过看得出来飞镖这运动 慢慢从不止在欧美 其实在台湾也开始渐渐受到注目了 对 很多这个酒吧啊什么等等之类的 也有这种飞镖机可以给大家 也是蛮好玩的 对来运动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日本哦 日本这个关键字呢 是日均日均的平均哦 那主要其实跟日本央行有关啊 哎日本央行呢 是突然鹰派出手 他们把这个日本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 上限了从之前的0.25% 调升到0.5% 那日本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 哎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也跳升了21个基点哦 创下2015年来的新高 但是呢这一场这个调升的这个举动呢 其实让日本的这个金融市场呢 是个大震荡啦 日均的指数呢 就是礼拜的时候呢 就一路一路跳水 那但是呢 日元兑美元呢 是一路的大涨 那现在大概是 1美元兑131日元左右哦 算是比之前 所以大家才说啊什么便宜的日元 好像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等等之类的 但是呢 日本的央行哦 黑田东燕他是 日本央行的这个行长 黑田东燕 他是讲说呢 他这个这一次呢 调的这个行动的目的 是在恢复市场的正常的运作 他还强调说 这并不是升息哦 那他讲到说呢 哎这一次呢 这个央行的零利率的政策 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接下来对值利率的区间呢 也不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但是这一动哦 虽然说没有动到这个 基准利率等等之类的 但是很多的外界已经讲说 其实本质上就是已经在升息了 对啊 其实这个不只是日本很关注吧 我想台湾应该也是 因为大家去日本玩的话 这个突然被 差一点点就差很多好没 好再来我们看南韩哦 南韩的热搜话题就是iPhone啦 iPhone为什么呢 因为跟摩根大通的报告有很大的关系哦 他们对苹果的目标价 哎下调了5%到每股190美元哦 他们说是因为 苹果受到中国供应链的挑战啦 好我们看到先看 他们在这个下调iPhone的总销售额哦 是到了800万只 这个是11月的数据 那12月这次是下调销售到 大概400万只左右 都是往下调但是其实有稍微好一点点啊 那他们说其实就是因为 他们觉得在12月这个季节 销量应该会上升 所以没有像11月下调的这么幅度这么大 好但是他们还是认为说 这个中国大陆的供应链挑战 真的会影响苹果蛮多的 所以哦他们是短短两个月内 第二次下调了苹果的业绩表现 那这也成为了南韩的热搜话题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香港哦 香港的热搜关键字呢是一个人名叫做蔡展鹏 那蔡展鹏是谁呢 他是前香港国安处的处长哦 但是他有点这个不是很好的消息啊 他在去年3月的时候呢 在一起警方的这个扫黄行动中呢 被发现他人出现在一个没有牌照的这个按摩院 然后呢就是有人检举说这个按摩院在里面呢 是有提供性服务的 那里面其中有三女一男呢 就是被认为说是有管理这个 性服务经营性服务的场所呢被告 然后呢这个最近呢这个宣判出来了嘛 那时候呃宣判出来的时候呢 诶居然说这个按摩店的这个卖淫罪不成立哦 为什么他说这个卖淫罪不成立呢 他说因为这跟蔡展鹏当的这个证人所作的证词有关哦 他就说他自己去过这间店四五次 但并没有遇到警方卧底时呢 被询问到说有没有需要性服务的状况 然后法官呢采信这个说法 然后并说哎这个供词是清新的 没有自相矛盾的行为 所以说他们是有被呃经营这个无牌的按摩院 这个这个罪是有被判刑的 所以那个三女郁男是有被罚款的 但是呢这个蔓淫罪这个性行为这个 提供性服务这个罪呢是不成立的 嗯就是重重举起心情放下 对所以可能香港很多的香港人想说 诶这件事情的这个发展到底是如何 因此来这个搜寻他的名字看看 感觉有点猫腻啊嗯嗯但不好说 是好再来看台湾 台湾的热搜话题是角头哦 不知道正宜有没有看过角头这部电影 我知道但我没有 我大概知道故事的内容但我没有看过 其实角头应该蛮明显 应该就在讲角头的故事 好但是他这个电影是2015年的时候就有的 嗯那当时创下了8000万的票房夹击 那现在其实要拍成影集哦 那这个影集其实在这个20号的时候是盛大开进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热搜呢 因为他的演员阵容也很坚强哦 包含孙鹏啊王世贤 郑仁硕 蔡震南 高杰等人哦 那其实还有王阳明啊 对因为王阳明在这个电影的时候他有出现 那这个一字排开就是非常盛大嘛 但是哦其实在这一部电影当中还有一个人 大家都蛮怀念他就是这个艺人小鬼黄鸿生哦 因为他这个已经离开人世了嘛 然后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龙少华 就是我们看到照片上这个右手边的这一位 然后左手边是小鬼嘛 他们两个人在这个电影当中都有演出 但是现在要拍影集了 这两个人已经不在世上 所以很多人就很缅怀哦 说哎有没有可能他们两个人就是有一些在参与这个影集的部分 那导演有说其实他们在小鬼跟龙哥的部分 都会重新调整角度 那据说这个影集之中会加入一些小丝 让两个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好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说 应该就是过去什么回忆啊 然后放之前的画面 或者是就是这两个人可能在剧中真的也离开了 然后就可能会有一些照片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 如果以我看剧的敏锐度来说的话 看看导演的逻辑有没有跟你一样了 好看完台湾我们来看新加坡 好新加坡呢也是跟这个娱乐有比较相关的话题 就是艾蜜莉在巴黎呢已经第三季上线了 那其实艾蜜莉在巴黎呢 就是在这个Netflix上面的这个表现是不错的 所以后来呢已经确定说第三季还有第四季 所以这个第三季播完之后 观众还可以再继续等第四季哦 那这个第三季呢他就是描述说 他其实这个艾蜜莉主角啊 从这个芝加哥搬到巴黎工作已经一年了 所以很多的不管是他的工作啊 或者是爱情上面都到了一个这个十字路口上面哦 所以观众可以好好期待 那这个制作人呢他也宣布说 第三季有可能会把一些的这个故事拍摄的这个背景呢 不要只局限在巴黎有可能会去法国其他的城市 甚至还有人说好像有可能会去伦敦哦 就是去一些欧洲其他的地方啊 那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让这个艾蜜莉哦 让他这个不只在巴黎拍戏哦 可以去其他地方给这个观众不一样的这个角度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啦 对啊可见新加坡人看艾蜜莉的人也蛮多的哦 所以很热搜这个话题 好我们看完Google Trends 之后 接下来要带大家进到南美洲的这个国家叫做蜜莉哦 想到蜜莉你会想到哪一个景点呢 我们问问看珍宜哦 你知道蜜莉的最厉害的景点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想要去那个遗迹马丘比丘 对但其实我也是想说哎马丘比丘很漂亮 然后我一查他的历史缘故是前哥伦布时期15世纪左右 然后所这个印加帝国的遗迹啦 那难怪那么漂亮因为超级有味道嘛对不对 好那这个蜜莉其实在巴西的这个西边的部分 地理位置先带大家来掌握一下哦 好但是这个马丘比丘真的是大家很喜欢去的地方哦 但是最近他们有4500人受困在里头 包含有北美人有欧洲人 那大家都吓坏了发生什么事情呢 跟他们国内的政治动荡有很大关系哦 他们有示威活动在街上 所以就是大家都没办法出去 后来是有办法就是赶快离开到这个机场这边去 但是一度火车跟航空都是交通中断的情况 所以这个抗议这个暴动搞到就是大家没有办法离开就对了 对没错所以是蛮危险的哦 到底什么暴动会到造成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跟他们的总统卡斯缔约有很大关系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写他是秘鲁的前总统哦 因为他上任大概16、17个月左右而已 他现在已经被国会罢处了 好其实国会哦这次是第三次的弹劾 那之前其实就有两次嘛 他都安然度过了 那这次为什么呢 其实他这个弹劾之后 他马上就宣布要进入紧急状态 然后政府要实施宵禁 然后呢后来还说要以行政命令来解散国会 感觉就是要比国会的弹劾抢先出招就对了 但是并没有成功哦 因为他四个部长辞职表达抗议 甚至哦连军警都没有配合他 然后他们说哦这个军警是说 诶这个总统破坏了宪政秩序 然后是政变 诶太出乎意料的结局了 因为大家想说诶总统如果 这个用这个强制的紧急状况的话 应该会成功才对 应该可以压制国会 No不对 然后国会马上就赶快弹劾通过了 票数是101票赞成 然后呢弹劾成功 那赶快把副总统这个 伯鲁阿尔特继任 那这个伯鲁阿尔特 其实是位女性啦 所以他也是成为秘鲁的首位女总统 那这个卡斯帝约哦 他也是蛮聪明的 因为他已经跟墨西哥大使馆讲好了 就说其实我要政治庇护 赶快救我这样 但问题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 这个街上有很多的示威嘛 所以他在前往墨西哥大使馆的时候 就被车阵卡住 结果就被警察带走了 哇真是乌漏偏逢连月雨哦 真的没有办法 好但我们看到这个卡斯帝约到底怎么回事呢 其实他大概就是17-18个月左右的这个任期啦 然后5度进行了改组内阁 然后呢这里头还开除了60名的部长级官员 所以政府机关其实运作起来有点困难哦 一直交接到底是要怎么运作 对然后呢他也被控说 哎其实跟工程的弊案有关 然后呢他曾经讲过说 自己犯过错也付出过代价 但绝对没有犯罪 但他的身份很特别哦 他是200年来首位出身农家的总统 所以照理来说应该是蛮能体贴人民的情谊才对啊 哎怎么会跟贪污有这么大的关系哦 好那11月发布的民调你可以看到吗 对于这个前总统哦不支持率高达了61% 那刚刚不是弹劾这个总统的国会吗 其实也没好好拿去 大家对他的不支持也有高达86% 所以我感觉啊 秘鲁现在政坛真的是一片混乱哦 都不知道谁可以出来再带领 这个当家的不喜欢 然后监督当家的人民也不喜欢 到底怎么回事 好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秘鲁 如果大家对秘鲁理解的话 他其实是全球第二大的产同国 也被说是拉丁美洲最快速的经济体之一 但是怎么会30年来有8位领导者下台呢 你看到我们就从这个卡斯缔约先讲起 因为他离这个现在最近嘛 他就是三度被弹劾 然后最后一次弹劾成功了 他过去是农民也是教师 然后他是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就下台的人 好那他在前一个哦 其实在2020年的11月10号到15号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非常短 他只当了6天耶 那他是国会的前议长 那是因为这个秘鲁的前总统 毕斯卡拉就下台之后 他就带领嘛 那带领之后 那后来有一些状况 所以呢 他就6天就下台了 然后呢 再来看到这个毕斯卡拉 他是大概做了两年的状况 但是他也有什么道德缺失啊 收受贿赂 然后也是两度弹劾 所以又下台了 好再来还有这个2016年到2018年的这个 秘鲁前总统叫做酷辛斯基哦 那以及2011年到2016年 他还算是做蛮久的哦 这个乌玛拉 他也是因为收受贿赂而下台 那再来看到这个秘鲁的前总统贾西亚哦 他就比较特别哦 他在1985年到1990年做过 那2006到2011年也做过 那最后他也是收受贿赂 然后举腔自尽 哎怎么好像都跟贪污有点关系哦 那在前面就是秘鲁的前总统这个托雷多 还有我觉得要讲的就是他1990年到2000年的 这个秘鲁前总统叫做滕森千爷 你有发现哎 他做的不止5年耶 他做了应该有10年左右 其实很多人说卡斯帝约这一次 就是用紧急方法有点在学他 因为当时他在1992年的时候就解散国会 然后行政立法一把抓 抓到2000年 后来也这个贪污犯罪啊 屠杀平民 然后目前还在服刑25年 所以感觉秘鲁真的是乱七八糟 不知道怎么回事哦 总统好像有个魔咒在的样子 对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那其实这个卡斯帝约哦 他在这个农民总统跟政治素人上面是蛮有名的哦 那他也被说是拉美红朝的一环 就因为这个2018年之后 整个拉美地区的红朝是蛮厉害的哦 但是他感觉起来比较无能又比较失智 然后上台以后又不知道避嫌 他用人为亲 结果他们这亲人全部都跟贪腐有关 都用自己人 这个真的是不ok哦 好那刚才我们看到说 他其实这个自己有说这个政变嘛 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认为说他真的是不够精算 因为元首身份自我政变 但没有军方的知识等于白搭 哦他只他只有一方他没有结合武装力量 这样是很难成功的 对所以现在这个状态哦就是没有办法 他已经一去不回头了 那其实我们说他是第三次才遭国会弹劾嘛 前面两次为什么没有呢 其实跟他们的反对党有关啦 因为他们认为哦 这个卡斯帝约比较弱势啦 所以不构成威胁应该还好 但没想到他第三次的这个弹劾之前 他就发动了一个这个政变 所以让国会的人想说不得了 好赶快把他弹劾才促成了这个状况 好那现在不是副总统继位嘛 他们认为说没有办法 因为六成的民众应该会让这次的选举来提前重选哦 好那我们说这个红朝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阿根廷 最近他拿下了是足赛的冠军嘛 他们的副总统这个费南德兹哦 是左派的代表 有可能也会出来选总统 但问题是他现在被控这个贪污罪判 六年还会终身的剥夺他的参政权利 但因为他有这个副总统位置嘛 所以有豁免权 所以可能还会再上述 那还包含像是智利啊 哥伦比亚啊 还有即将上任的巴西总统 鲁拉啊他们都算是红朝的这个代表人物 比较偏左一点 对但他们都跟秘鲁有一样状况 就他们的国会反对派其实势力非常大 那甚至墨西哥总统也是红朝第一人更代表了 那他在修宪的时候你看国会也是受挫 所以看起来这个制度上面可能有一些状况才会成为 不然这样子其他国家怎么都没有 只有他们有这种魔咒 所以当然我们就要问说这到底是制度上的问题 还是国内的矛盾 我们就问到宏都拉斯的国防大学荣誉教授 杨建平教授帮我们分析 这几年来近五年来近六年来秘鲁 有六任总统 其实秘鲁的总统一年的任期是五年 那其中只有一个是任期届门 也是补选上去了 那他主要就是说这个秘鲁的国会的制度 他有三分之二的议员通过就可以弹劾总统 让总统罢免总统 但是这几任的总统都没有一个强大的执政党 他在国会里面都没有一个执政党足够的席位 多数的席位 就像你这一次我们刚刚下台这个总统Castillo 他的国会有130席 但是他原来的政党只有15席 所以说这相差很大 历年来都是这样 所以说你到时候你要有一个弊案 那一个大的弊案出来 那你就国会的没有议员来为你辩护 没有议员来投票想支持你 这个就很难 秘鲁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就像他现任的国会130席 最大的党只有24席 对不对 所以说差很大 就非常多的小党 那原来啊 在拉拉迪美德我们知道 只有古巴 只有古巴在冷战世界只有古巴 后来智利啊 有阿燕德也曾经有过 那可是这个 韦内娜查韦斯上台以后啊 陆续的巴西 我们知道巴西的鲁拉啦 阿根廷啦 智利啊 玻利维啊 后来尼加拉瓜 厄瓜多 甚至巴拉圭都曾经有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作为 拉丁美洲向左转 从2018年啊 墨西哥 他这个 就左派的总统当选 这个墨西哥这几十年来啊 七十年来啊 从来没有左派这个 总统当选 这第一次啊 所以那陆陆续续了 又有好几个 这个 这个总统啊 当选 阿根廷啊 还有这个智利啊 加上这个 我们的秘鲁啊 他这个 他本来只是一个 左派的乡村的一个老 教师啊 主要是反政府一个 学运啊 工运的这个老 老师啊 也有人称他为乡巴拉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今年啊 八月啊 哥伦比亚 他有曾经当过游击队的总统啊 贝多罗的这个 这个上任 在历史上啊 这个 郭伦比亚从来没有一个左派的总统当选 所以你现在变成 拉丁美洲 几大的 前五大经济体啊 你从巴西是一月一号啊 有前总统伍拉上任啊 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 加上 哥伦比亚 智利 前五大经济体 全部都为 都是左派政府 这个当选 所以你 我们的一般来称 他这不是说红啊 就是他 我们都是粉红啊 我们一般来称粉红浪潮 他就说是第二波的粉红浪潮 好看完这个秘鲁政坛这个混乱的情况呢 我们把焦点转到经济上面来 经济 我们看到 其实很多人现在都在开电动车 但是你可能选的厂牌 不是特斯拉 就可能会是其他的欧系品牌或日系品牌 他们所出的电动或者是混合油电车等等 可能是许多人的首选 但是其实大陆的电动车目前也有在崛起 而且出口量也变得蛮多的 但是呢 他们有遇到一些问题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我们首先来看到呢 大陆有个很有名的电动车厂 叫做比亚迪汽车 他们呢算是非常非常的 在积极布局这个铃矿的这个产业 为什么要特别布局铃矿呢 因为铃就是做这个电动车电池的一个材料之一 他们就是要防范于未然 怕说之后呢 关键材料 对这个电池不知道可能这个金属价格很容易波动嘛 那如果能够掌控的话呢 对他们来讲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呢 这个他这个比亚迪汽车 他们就有跟智利友来进行这个产业上面的谈判 那甚至呢 在非洲都有传闻说 他们要考虑收购非洲有六座的铃矿的这个矿山 那如果成功的话 就可以满足未来十多年这个电池的需求 就没有问题 蛮超前部署的 嗯 就是赶快要先把电池先 那个材料先抢下来 那除了这个抢这个关键的材料之外呢 他们也来就是 入股一些这个电池产业啦 比如说他这个比亚迪 他们就有投资大陆一个叫做盛兴里能的这个公司 他们现在已经是成为盛兴里能超过5%的 持股超过5%的股东了 那甚至有比亚迪的这个董事会秘书呢 也成为了这个盛兴的董事 所以他们这个投资了大概有20亿人民币 80多亿新台币 来加入这个盛兴里能 这样子呢 其实对于之后 他们想要在这个四川的斯诺威矿业股权的竞争力 其实是可以提高的 好接下来呢 大家知道西藏这边有一个 杂波椰盐湖这个地方 这个盐湖呢 其实是大陆境内最大的盐湖有丰富的铃矿 那这个比亚迪呢 其实在这边这个中式基地 他们进展也不错 现在呢 应该已经可以年产3万吨电池级的碳酸铃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可以让他们获得这个低价的碳酸铃 也可以来降低电池的这个生产成本 那比亚迪的这个执行副总理科呢 他讲说 他们就是要正在寻求全球的铃供应 而且是打算呢 拓展中南美洲跟非洲的铃业务 所以说除了我刚刚提到这个非洲之外 他们在智力还有在这个 刚夺下氏族冠军的阿根廷 对他们也有在积极在谈这个铃矿的东西 那这个大陆的媒体 中国基金报还有讲到说 很多的这个电池厂 主机厂是在积极的布局 透过这个并购 还有餐股来向上游延伸 要提供这个铃矿的自给率 然后来逐步实现产业链的一体化 所以我不是只做电动车 我不是只做这个最后的产品 我连上面这个电池 电池里面的材料 我都做 对我都要 这样才能够确保我这个生产的这个供应链 是比较稳定的状态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 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说 其实大陆很会做这个汽车 电动车这部分 看它的出口的量 来就知道说 其实他们这个排名 是有逐渐逐渐的上升的 2021年的全球汽车出口排行 第一名还是日本382万 不败 对这个是2021去年的 第二名德国 第三名中国大陆201万 赢了韩国的152万 那2021年也是大陆第一次 这个出口首破200万 年增长是百分之百 那大陆的新能源出口的 这个车子的产量 是达到了31万 年增304.6% 那它这个出口是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是全球的第一大 但是呢 2022虽然还没有过完 但是我们来看到 它光是看1到8月的这个出口量 大陆就已经达到了191万 目前来讲 它跳过德国了 对它已经赢过德国 但是整年度还没有出来 这有可能还会再变 但这个对大陆来讲 是一个好的迹象 那它们1到8月的新能源的车子的出口呢 是34万 也成长了 快要百分之98了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们看到呢 它成长 它出了那么多 那它销售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2022的前三季度 我们看到 如果说跟这个电动车的龙头特斯拉来比的话 比亚迪生产的这个出口状况还不错 118万 那他们就分析说 为什么会比较受到这个消费者欢迎 主要当然第一个价格比较低了 那照这个受众也比较广 接下来它的市场容量就会更大 这个售价决定了一切 让它赢过这个特斯拉 那我们看到呢 其实在2021年 他们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出口量排名 其实会发现说我们可能第一名 比利时、孟加拉、英国、印度、泰国等等 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 发现其实蛮多有欧洲的国家在里面 看第一名就比利时嘛 那个第三名英国 1、2、3、4、5 就有5个国家是欧洲了 前10名就有5个国家是欧洲 所以根据这个海关总署的数据 其实欧洲市场这个大陆汽车 大陆汽车的出口量的比例呢 其实是有从2017年的19% 然后一直慢慢逐渐上升到25% 所以说感觉起来的话 这个要追上日本 虽然说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已经不远移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其实大陆的这个电动车的话 当然要有车子都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晶片嘛 对不对 没有晶片的话 纵使是一般的车子也很困难 也很难生产 那对电动车来讲更是了 但是呢 美国呢 对于这个大陆的这个极其直追 相当的有警觉性 忌惮 对 它呢赶快制定了这个晶片法 要好好来这个防范说 中国大陆的科技追上来 所以在今年呢8月31号呢 美国呢实施了这个晶片的限制令 所以灰达的这个A100啊 H100等等晶片呢 是没有办法出售到中国大陆的 那这个晶片呢 对于比如说像是这个 AI的人工智慧的演算训练 晶片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这个会影响什么呢 如果说你这个车子 是有自动驾驶功能的话 你没有这个晶片 就没办法用 就会少了很大一个功能啦 那接下来的话呢 在今年的10月 美国的商务部 又有新的管制啦 像这个18奈米 跟以下的这个低润的晶片啊 128层以上的这个 快闪的闪存的晶片啊 14寸奈米以下的 逻辑的晶片等等之类 这些也通通不可以 卖到中国大陆去 哇这个虽然说啦 目前来讲 汽车的晶片喔 是占整个晶片市场的11% 看起来好像不多 对不对 但是因为这个汽车的这个 市场其实会逐渐逐渐的增加 那尤其是电动车喔 他一台一辆电动车的话 他需要大概就要3000块的晶片 那是非电动车的两倍多啦 所以说 而且如果假设你是有自驾功能的话 你要需要的晶片又更多 所以说可能会对这个电动车影响 有可能会持续的扩大当中 那我们来看到 其实中国大陆要研发这个 不管是电动车或是晶片 其实他们的路途都很不容易喔 因为真的是美国很怕 所以他是这个技术 处处防范 那中国大陆呢 其实这个晶片的研发 因为受到美国这个的关系 其实发展也不是很顺利啦 虽然说他们现在呢 有这个吸引了很多的投资啊 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市场量 但是呢 有像这个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体 还有这个核心的光刻机 其实都还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 所以不太好 来够做完整的研发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啦 就是说 有些是买到这个未经授权的这个晶片 那不合格的晶片流入到供应链 其实对这个汽车的安全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是蛮可怕的 对这些都是这个中国大陆晶片业所遇到的障碍啦 所以说这个白宫的顾问才会讲说 以前呢只需要说 比中国大陆领先个几代啊 但是呢现在是要保持绝对的优先 这个是中美的竞争啦 又在这边呢继续在延烧当中了 战火真的烧不停喔 好真的看我们的节目 都可以带你掌握最新的国际动态喔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喔